現在鷹立格標標準時間10點 瑞士明標鷹立格 又耕又準又夠格 大標請戴鷹立格 現在報告新聞 天文台竟然在晚上10點改掛8號風球 天文台竟然在晚上10點改掛8號風球 天文台預測強烈熱帶風暴偉恩逐漸逼近本港 天文台在晚上10點改掛8號風球 預料偉恩會在凌晨時在本港東南100公里內略過 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李慧才說 本港會受裂風影響 我在今天傍晚偉恩繼續沿著東北偏白的方向移動 因此更為靠近本港 如果按照現時的途徑 偉恩預料將會在凌晨時份 在香港東南100公里內略過本港 與偉恩相關連的裂風 即環繞著偉恩的裂風 將會在凌晨時份影響香港 預料將會持續幾小時 因為偉恩的裂風區域都是比較狹窄 即是比較細小的 所以我們在10點中懸掛了8號的裂風或裂風信號 這個主要就是裂風的警告 特別是為離外區域或空曠的區域 就是裂風的警告 會不會在晚上改掛更高的風球呢 由於偉恩現在是一個強烈的風暴 因此它中心最高的風力 都仍然是在這個颶風的程度以下 即是說不會有更高的風球 因為10號風球才算是一個颶風的警告信號 現時來說在本港是各處地方 當風的地方來講 風力是達到多少級五呢 現在來說 譬如在大老山 陣風已經是去到100公里左右 即是時速 橫蘭島都去到近90公里 未來一兩天的天氣是怎樣 現在這個偉恩 將會在凌晨時份略過香港 然後就會登陸 但是登陸了之後 香港都仍然會有一段時間 受到它的影響 即是說 都仍然會有幾多的趙雨 一些狂風趙雨 但是預料應該那個趙雨 即是它入了內陸 就應該會減弱 所以稍後那個趙雨會變得不太頻密 剛才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李偉才 接受《西電台》記者院一名的訪問 時間是10點半 香港天文台 在下午10時05分 發出最新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 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 在下午10時懸掛 表示本港催東北風 平均風力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下午10時 強烈熱帶風暴 偉恩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 約115公里 向東北偏北移動 時速14公里 直催華南海岸 偉恩將在明日清晨最接近本港 屆時其中心將在本港100公里內 偉恩相連之烈風帶將會短暫性影響本港 並且將止持續幾小時 而8號信號之懸掛 事警告今晚將有烈風吹襲 尤其是在離岸及空曠地區 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 將窗門鎖緊 若有可能請在門窗背後加上環山 將膠紙條貼在當風的大玻璃窗上 萬一玻璃破裂也可以減少損失 切物在屋內當風的窗戶附近站立 將駕駛及貴重物件搬來當風的窗戶 請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 以防玻璃萬一破裂時可以躲避 本台在每小時的15分、30分、45分及58分 都有最新消息報告 在下午10時強烈熱帶風暴 緯恩集結在北緯21.3度 東京114.5度附近 天文台將在下午11時15分 再次發出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 香港天文台在下午11時15分 發出最新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 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訊號 現證懸掛 表示香港吹東北風 平均風力每小時超過62公里 下午11時強烈熱帶風暴緯恩 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約115公里 向東北偏北移動 時速14公里直吹南中國海岸 預料金神時殯當中心區進入本港 100公里範圍內時 緯恩會最接近本港 緯恩帶來的烈風會短暫影響本港 但預料只持續數小時 因此懸掛8號風球 是對離岸、裂風及容易受到吹襲的地區 採取戒備 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 將窗門鎖緊 若有可能請在門窗背後加上環山 將膠紙條貼在當風的大玻璃窗上 萬一玻璃破裂也可以減少損失 切物在屋內當風窗戶附近站立 將架司及貴重物件搬離當風的窗戶 請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 以防玻璃萬一破裂時可以躲避 本台在每小時的15分、30分、45分及58分 都有最新消息報告 在下午11時 強烈熱帶風暴緯恩集結在北緯21.4度 東京114.7度附近 天文台將在上午1時15分 再次發出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 天文台在上午0時15分 發出最新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 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 現正懸掛 表示預料本港吹東北風 平均風力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午夜零時 強烈熱帶風暴緯恩集結在香港東南 大約110公里 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14公里 直吹南中國海岸 緯恩將會在今天清晨最接近本港 屆時其中心將會在本港100公里內 緯恩雙年之列風大 會在未來數小時影響本港 特別是離岸及空曠地區 離岸地區風力一般達到列風程度 在過去一小時 橫蘭及大老山 分別錄得最高陣風 每小時96及114公里 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 將窗門鎖緊 若有可能請在門窗背後加上橫山 將膠紙條貼在當風的大玻璃窗上 萬一玻璃破裂 亦都可以減少損失 似乎在屋內當風窗戶附近站立 將家屍及貴重物件搬來當風的窗戶 請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 以防玻璃萬一破裂時可以躲避 光管招牌物主應作出安排 截轉招牌的電源 現在應關掉所有光管招牌的燈光 本台在每小時的15分、30分、45分及58分 都有最新消息報告 在午夜強烈熱帶風暴毀因集結在北緯21.5度 東京114.8度附近 天文台將會在上午1點15分 再次發出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 風暴消息報告完畢 另外就是新聞報告 天文台已經在凌晨2點改掛3號風球 強烈熱帶風暴毀因目前集結在本港東南大約120公里 向東北移動 時速15公里直吹中國東南部海岸 遠離本港 天文台說毀因已經離開本港 但本港的風勢仍然強勁 預料今天初時有幾陣淋散遮雨 日間天氣好轉 在天文台改掛3號風球之後 本港的海陸交通 今早陸續恢復正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ll see you next time.